在运通 投資朋友大家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那當然今天的一個大盤的話 還是屬於一個開地走高 那上漲55點 但是你去看這個大盤 原則上面跟我之前講的一樣 他們都是屬於一個區間震盪 那區間震盪個股表現 這個地方你的選股的能力 還有你對於資金的一個控管 我相信這個地方是有技巧的 那當然今天的話 我們的對不對 的普通會員 今天還是不錯 有一檔股票 今天在盤中賣出去的 先做一個獲利了結的一個動作 那先把現金放在口袋 那你說賺了很多嗎 也還OK啦 只有賺7% 只有賺7% 那現在的盤是對於未來 有沒有什麼變化 那今天的一個盤是 早上這個地方 按照我們開盤辦法開出來 叫做1點低盤 1點低盤乘接盤 馬上拉上去 超過平盤以上7點 代表說多方還是在這個地方 進行水的控盤 那早上這個地方有賣壓 因為怕美國 這個美國下跌 怕台股受影響 所以早上的一個賣壓 但是不是很重 尾盤的話又上漲了多少點 55點 那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第一點 底部起漲的大盤的一個加權指數上漲了2000點 你從底部進行所謂三個月的操作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操作一直到這邊 這個大波段操作裡面 你可以賺10檔 你可以賺20檔 都賺得到錢 這個有兩個跳空缺口 往上的一個缺口 那現在你看起來好像是頭部對不對 但是也不是這麼悲觀 如果說這個頭部要成型的話 第一個必須要有賣壓 必須要有賣壓 那我們目前為止的話 政府都在積極的在觀察這個大盤 那會不會急速下跌 對於投資人造成傷害 我相信政府在這個地方 控管的能力算是很強 那當然現在升息了對不對 那跟我們所預期的是一樣 但是又有人說 老師那六月份還會不會持續升息 我認為機會不大 但是九月份可能會降息的機會 應該會比較大 這個為什麼 因為通膨跟景氣的循環 它有一個正向的一個比例 當這個升息升太多了 可能今年九月份就所謂的降息 降息的一個言論會出來 但是現階段的話就跟我們的台股 推背圖告訴大家了 現在叫做第一階段 但是今天的話我們的收盤 在15609點大概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這個地方 今天是屬於一個比較偏強 偏強但是還是屬於一個區間 所以說你五月份看老師節目的 先注意到第一個非常關鍵的區間震盪整理 個股表現 未來不管是往上突破還是對不對 去測這個缺口 我相信岩老師都會給大家一個非常非常正確的 一個所謂的操盤的一個指令 那當然今天要恭喜我們的會員 今天很不容易 這個區間震盪整理出來 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拿出我們的成績對不對 這檔股票還沒有賣 還沒有賣 我認為還沒有漲完 我們就沒有賣 那五月四號是今天嘛 對不對 今天單股會員 岩老師人數最多的這期會員 來 這檔股票定價66.6 非常吉利的一個數字 66.6元上下三檔賣出 來 獲利多少 來 導播拉近看一下 你沒有看錯 7% 7% 這是第一個動作 先把錢放口袋 第二個動作也是很重要 我們說到一定做到 底部布局 獲利了結 資金控管回收資金 謝謝合作 你從這種簡訊裡面 你看到了岩老師的誠信 看到岩老師操作的一個方法 跟岩老師對於大盤 目前維持的一個敏感度 區間震盪整理那又怎麼樣 我們一樣有辦法低接高慢 賣了以後還把趴數 發在簡訊裡面告訴你 做第二個動作叫回收資金 資金要控管 未來這種股票很多 我們會再次的出手 我也謝謝我們單股會員 對岩老師的一個支持 謝謝大家 真的要謝謝大家 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這一檔股票是昨天 我在節目裡面講的 我說你一定要佈局 你沒有佈局的話你怎麼收割 股價操作要有連續性 也就是昨天的漲停板 今天必須要很強勢 你才有價差 那今天強不強 今天也非常強 差一檔漲停板 那你這個地方要不要先獲利好不好 先賣掉對不對 先賣掉 先做獲利的一個動作 很簡單 你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昨天第一階 亮燈漲停板 今天對不對 開高走高又快要漲停板了 能夠做到什麼 獲利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操盤的一個心法 唯有你了解我們的推背圖 裡面告訴你量 價 籌碼的一個變化 你才能夠知道現在循環在哪個方面 現在在震盪 還沒有進入到洗盤 區間仍然是屬於多方 補量就會供 沒有補量的話 震盪整理之後 還是會進行所謂的洗盤 所以說推背圖很重要 量價籌碼 來 一氣呵成 在股票市場裡面 有個決勝的一個關鍵 不是基本面 也不是技術面 它叫時間轉折 好 不管是多方也好空方也好 它都會發生一個時間的轉折 這個空方轉多方需要一個時間點 多方轉空方也需要一個時間點 唯有掌握時間轉折 才能夠大賺 才能夠大獲全勝 對不對 那這檔股票是新的 我們現在開始琢磨一些新的股票 開盤價31塊5 要不要站在買方 這是一個新的股票好不好 新的股票大物中食物進來了 股價自然就很強 昨天稍微開高走低 今天對不對 來 這邊絕對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讓你買 是不是 今天尾牌還是鎖得住 我說過了 你操作股票 你就是要操作這種強的 這種強的 這個才是大家的一個首選對不對 這個也是強的 開高走高 直接拉漲停 尾盤昨天下來對不對 那你就要看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看得對 拉回找買點是屬於多方的話 操作得很簡單 但是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那有一些股票 比如說軍工概念股的部分 那之前的軍工漲太多了 什麼八貫對不對 對不對 很多 漲很多 今天就算 有些光學鏡頭反彈 你都不要去買 你現在要去做新的 亞航就是新的 新的嘛對不對 你真的敢買的人 30% 50% 你先賺再說 你先再說 那當然很多人 喜歡操作這種底部的 不是說嚴老師反對 你這個操作底部的 你賺得到錢 那老師也恭喜你 這個萬海連續講三天 連續三天還在創波段新低 底部還有更底部 所以說我不建議說大家 你一張股票操作 你輸了錢 你在那邊攤平 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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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在LINE裡面問 嚴老師 老師為什麼不能攤平 老師我買在70塊了 掉到60塊了 我為什麼不能攤平 理論上可以嘛 實際上面 你那個抗壓性根本就不行 股票對70塊 拉到60塊 你這中間損失多大你知道嗎 損失很大 你還要再加碼 那我跟你講好不好 萬海現在融資有三萬一千張 你認為融資這麼多 會馬上上來嗎 impossible 不可能 2609來看一下 今天稍微對不對 這叫紙碟訊號嗎 這個不是喔 這不是紙碟訊號 今天只是稍微好一下陽明喔 這長榮對不對 老師這個叫低檔拇指線 你在看啊 會不會破錢低啊 陽明萬海長榮 我就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啦 萬海的話融資三萬一千張 陽明的話融資啊 目前為止還有八千 八萬張 口誤喔 陽明的話目前為止融資還有八萬張 長榮是最少的啦 五萬兩千張 最小的三萬一千張 中間的五萬兩千張 最多的有八萬張 這些操作航運內骨的人啊 真的是很可憐啊 我不能去講什麼 這是大家的一個選擇 你選對的老師 他不會帶你去操作航運內骨啦 不可能啊 陽明萬海長榮 融資這麼多 你老師還在拗 拗到最後信用會破產 年輕人不怕錯 犯錯沒有什麼 最簡單啊 美國總統華盛頓嘛 小時候犯過錯對不對 勇於承擔 立即改過 洗心革面 最後對不對 變成美國偉大的總統 是不是 年輕人真的在一直凹一直凹 不行啦 凹到最後真的啦 身敗名裂啊 真的一個好的名聲 都沒有了 你說嚴老師以前會不會犯錯 會 我以前可能也犯過同樣的錯誤 但是我現在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這個就是怎麼樣 你要痛下決心去改 如果說你真的不痛下決心去改 你把人家的錢輸光了 人家會把你告到警察局去 我想真的啦 奉勸這些可能是一些新的同業 在股票的部分千萬不要凹單 看不懂沒有關係 該停損就停損好不好 那未來的操作 舊的標股會消失 新的主流會出現 周而復始 剛剛跟大家對不對 舉過例子嘛 那你說蒼和是不是新的 我不知道啊 我讓大家公平一下啦好不好 公平一下 這股票未來會不會犯 我不知道 你們看節目的就專心看節目 至於說你有老師簡訊的 麻煩你按照我們簡訊操作好不好 OK啦 這個節目還是要正定宣導一下好不好 老師的節目非常受大家的歡迎 老師的節目也蒙大家的準時收看 那老師感謝大家 老話一句 千萬不要跟單好不好 本節目緊供參考好不好 舉個例子啦 比如說像這個滋通對不對 今天也不錯嘛 滋通對不對 今天也是長很多啦 如果言老師賣了 我先講我賣了我不會告訴你 是不是 我在節目裡面沒有辦法說 我先講 我會跟我的會員講 我不會跟你講 資通創新高你賣掉隨便都賺錢 什麼時候買什麼時候賣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當然啦 人家說轉折轉折 空翻多轉折一次 空翻多轉折一次 一次只有一次 多翻空也是只有一次 你如果說聽到每天跟你講轉折的 你說那個不是騙子那是什麼嘛 台股也要每天轉折啦 來 你轉折給我看好不好 你轉折給我看 你從哪邊轉 都是胡說八道 對不對 每天轉每天轉 轉到這邊 空擔大獲全盛 長上去以後 就跟你講你要小心 這種解盤方法 我跟你講都會被時代淘汰掉 如果說你叫我用馬後炮的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是關鍵轉折嘛 空方對不對 多方修正結束之後 空轉多的訊號嘛 你轉到這邊對不對 有出現訊號嗎 沒有 我們這邊的話列入到什麼 相形整理 相形整理 有機會補量上空往上走 沒有機會的話回測這個缺口嘛 你看老師講話老不老實 老實的人不受待見 夠人玩 你知道意思嗎 真的很老實的去解這個盤的人 我跟你講他沒有生意 顏老師也不需要跟你做生意 因為現在投資人真的很聰明 以前的投資人 我不是說以前的投資人他比較笨 以前的投資人比較老實 老實講什麼他就信什麼 現在的投資人不一定 因為網路對不對 因為電腦的一個普遍 他可以去查一些資料再看 比如講對不對 你每天看到那個老師在喊空 你覺得他在喊什麼 無厘頭 對不對 你再看到一個老師每天跟你講喊多喊多喊多 你也是覺得無厘頭 這個大白就是走區間 走區間 不要在那邊拗 懂不懂 區間的操作方法的話 這個是有學問的好不好 當然你說未來有沒有轉折 當然有 對不對 這是未來的事情 那由一個專業的老師來幫你 對不對 那你現在需要是什麼 需要是能夠找到一檔會賺錢的股票 會賺錢的股票包含什麼 底部開始起噴 整體結束才能去買 不是一句話買底部 太籠統了 不對 底部的股票 我剛剛給你舉個例子對不對 底部還有更底部 是不是 很可憐萬海對不對 70塊又拉到唇60塊 你要等整理結束之後你再去買 你不是隨便買 這個是不是整理結束了對不對 就可以買了嘛 買起噴啦 買太早沒有用 你被洗掉了 難道你願意報三個月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我賺錢了 頭到派去喔 買在這裡啦 起噴點比較重要啦 噴一個 噴兩個 你應該都是賺錢的好不好 接下來跟大家談到一個東西 叫執行力好不好 執行力很重要 多方空方先搞清楚 當斷則斷 該買即買 手中有萬海 陽明的 長榮的 你今天不用打電話進來了 大概已經沒有救了 大概已經沒有救了 我上個禮拜開始講 叫你打電話進來 我今天叫你不要打電話啦 為什麼 萬海現在融資三萬一千張 陽明的話八萬張最多 那長榮五萬兩千張 等這個融資洗光了 你絕對會傲子 然後順便出局 然後才跟岩老師講 老師我好可憐喔 我股票我都輸錢耶 你有沒有做到執行力 你的紀律在什麼地方 這兩個沒有 你說你要賺錢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我明天我準備要進場一檔股票 我今天直接告訴你 我今天直接告訴你 我先講喔 這檔股票是全新的 你如果說願意今天打一通電話進來 那我先恭喜你好不好 我們機會就一次 我就開放給你沒有關係 如果說你認為說 岩老師操作不好 那你不用打電話 你就自動放棄好不好 但是我先給你機會就一次 你今天打電話進來的記得 留下姓名跟聯絡方式就可以了 這樣股票明天早上有發動 要發動可以中壓的 我們就馬上通知你好不好 你今天直接把電話撥通 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電話撥通以後 留下姓名聯絡方式 我們明天按照你打電話的順序 直接通知你好不好 那今天給大家一個最大的誠意好不好 今天199吃到飽 今天就開放一年一次 今天199吃到飽 有需要的投資人 趕快撥打電話 明天的標股 記得今天趕快完成登記 趕快撥打電話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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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 -小鈴 千 Bogd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文明投库 严分一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推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三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库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明天的股票 我先预告一下 它是一档小型股 筹码面很有限 我尽量的让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 能够提早上车 所以说你这个机会你要把握 好不好 不要说你都不把握 那至于说我们单股会员的 这个今天有卖掉一档股票 那我们也获利 获利 明天的话也应该有机会了 好不好 那老师可能会发一档股票 给大家 看能不能马上所长挺的 这种快乐 还是做那种大波段的 我等一下会考虑好 我会跟大家讲 好不好 延老师的操盘方法 你真的一定要牢记 这对大家帮助性真的是很大 大盘怎么看 看趋势 看总体经济 什么时候满 关键的 发动点在满 操作的逻辑 要有耐心 几率操作 要理性的看待大盘 不要每天都想要过度操作 什么是过度操作你知道吗 每天都要进出 古神巴菲特也不会教你这一招 每天都要进出 看准了以后再进场 有大漏再进场 这个就进场点位就很准 不然的话怎么会赚7%呢 7%多吗 真的不多 7%哪有多 但是相较于会费来讲的话 它就很多 100万赚7万 你的会费也很少缴到这么多 这是其中的一档股票 好不好 我们未来的话 我的坚持还是要找那种 潜不抵的 这趋势往上走的 可以单股重压的 我之前觉得相辟不错 相辟 我们就做它 签付也不错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好棒棒 好棒 我一定拿证据给你看 好不好 我一定拿证据给你看 今天瑞阳亮灯掌听板 你不要再追了 为什么 盘中亮灯掌听板 你不要追了 涨那么多了你还要再追吗 你就放过它好不好 有人非要卖到最高点 没有必要好不好 没有必要 卖一卖好不好 我们有新的 就像之前对不对 我就叫你买立基 当时候价位真的很便宜 老师这个一百多块钱 涨到一百九 九十块的价差 你还说你贪不得 我就觉得很奇怪 现在还在问说 老师有没有那个 未来这种立基的 像这种墙的 从一百块钱 可以一路标 标到一百九两百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操作过这个 林群 林群翻几倍 翻三倍 25块开始起了 未来有没有这种的 当然有 你要跟上 你要跟上 野党师的脚步就可以了 好不好 今天很重要 提醒大家 执行率加纪率 才能够大获全胜 你今天只要做这个动作 电话拨通 留下姓名联斗方式 明天的标股 我们就直接通知你 就那么简单 电话拨的机会是你的 电话没有拨 视同自动放弃 好不好 电话一定要拨 来今天199吃到饱 199吃到饱 野党师大请客 一年就一次 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很重要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接住 口里 谁 僵尸 去哪里 去试试 吃什么 吃鸭血 找 找到长 不然是什么 你说 看牙医 炒大肠 两只 炒大肠 你会用吗 精力充沛 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都把在这 不议 咖啡 保力达蛮牛 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势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 最佳奇迹 银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奇怪事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出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节杯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原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节水可以很轻松 你可能不知道 九分之一台湾人 是代谢症候选患者